紅襪球員張育成 前一天對戰菁英第三個打席 毀棒後左手腕疼痛傷腿 現在檢查結果出爐 張育成左手手腕的勾撞骨骨折 已經排定美國時間 星期四進行手術 張育成在當地星期二回到波士頓 隔天會先去看紅襪手部 專科醫生雷伯曼 星期四手術也是由雷伯曼負責 在星期二張育成有到球場 他向媒體表示 在這個時間點受傷 他覺得很可惜 毕竟自己的狀況慢慢穩定 他隨後接著說 教練讓他在場上 有很多自由發揮的機會 所以覺得可惜 至於傷勢 前一天晚上讓他很難睡 一直會痛醒 現在有帶護具固定 張育成說 左手腕勾撞骨的位子 其實痠痛有一陣子 剛到美國慢慢感覺疼痛 尤其揮到比較低角度的球 都會有痛感 這幾天狀況有好一些 沒想到前一天比賽 揮那顆低角度的球 會壓到導致骨折 但他早已有感覺 是早會發生 27歲的張育成 本季出賽是7場 其中11場擔任先發游擊手 過去8場比賽 敲出3支拳雷打 並且近仗8個打點 儘管可以說是相當火燙 生涯累計 大聯盟出賽213場 他受傷缺陣 不止台灣球迷感到惋惜 對於紅襪隊內野防線 也是一大考驗 而張育成這個星期四手術後 大約6個星期不能動 之後要再花兩個禮拜的復健時間 才可以重回紅襪球場 紅襪已經把他放進10天傷病名單 並且從3A升上瓦地資地補 明星八方式近在一小時 鎖定八大明山新聞 記得按訂閱開啟小鈴鐺喔